在国家联盟东区已经拿下95胜的勇士队 今天碰上了同区的废权人队 勇士队如果能够在今天顺利的拿下比赛胜利 就可以完成在国联东区六联霸的使命 当然在这种使命感的要求之下 在这个系列赛当中 已经打出三连按打的Austin Riley 在比赛的第一局就轰出了一支两分炮 对于勇士队来讲 这支两分打点拳一打 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提升士气的作用 这支Riley本季的第35号拳领打 目前在拳队当中了 他的拳领打可以排在拳队的第三 但打点方面只能够排在拳队第四 而这支拳领打的急球出速 来到了超过110英里 飞行距离有447英尺 仰角是27度 而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的上半 Kevin Pillard他在这时候打出了一个落点 已经不能够再更好的一支二连按打 这支二连按打也直接把得点圈上的队友 Marcel Osuna直接送回到本磊得分 今天Kevin Pillard也有四个打出两支安打的表现 来到了9月份Kevin Pillard的打击率来到了三成以上 虽然他在9月份打击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Kevin Pillard在重要的关键时刻 还是有机会能够为勇士队做出贡献 说到贡献 今天勇士队的先八投手就是 Spencer Strider Strider今天用了110球主投的七局 送出9次三阵两次的四外九宝送 被打出四支安打失掉了一分 而两位牛鹏投手Brad Penn 另外加上Kirby Yates 全力让费成队六上六下 这场比赛他们守住了三分的领先优势 而勇士队也顺利的在客场以4比1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他们当然也拿下了第六年 连续第六年的国林东区的冠军 当然就在来临的时候 那么勇士队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将会轮空 那么他们要面对外卡排名第四和第五的胜队 那么在季后赛当中来进行他们第一轮比赛 1995年的时候勇士队也曾经在9月13号 当然是美国时间9月13号 封王 不过勇士队队史上面最早的封王时间 是在2002年 2002年9月9号 他们就确定拿下国林东区的冠军了 当然最早拿下分区的冠军并不能够保证什么 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季后赛当中看看勇士队 他们在打击上面能不能够有所发挥 以及投手方米有办法能够保持稳定 继2021年之后再次挑战世界大赛的冠军 再次挑战世界大赛的冠军